今天這場戰鬥非常精彩 凌晨打傳說對手all in魔龍路 而我們的克里希還在單拆凱撒路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單機不會看地圖的 從來都是你們好任性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今天這場戰鬥十分鐘滿滿都是精彩 從一開始我們差點一分鐘被爆竹堡 到我們逆轉勝 可以說是非常有戲劇性 非常有張力的一場比賽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影片喔 那今天這場的陣容 我們這隊是一個3加2的雙邊排陣容 而對面是5排的陣容 其實在遊戲一開始 我就已經知道對面的意圖了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對手已經很明顯的要走魔龍路了 而我們的克里希還在中路喔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知道對面的意圖嗎 因為這個all in魔龍路的戰略 不管是all in魔龍路 或是全走中路 全走凱撒路 根本就是我發明的 我兩三年前就已經開始在玩這套戰略了 好 接著你可以看到更神奇的事情來了 當對面all in魔龍路全部衝過來的時候 我們的克里希在做什麼 他往凱撒路去移動 他是要去打什麼透明人啊 凱撒路沒有人啊 發揮自己的小翅膀 想要自己的小翅膀去單拆凱撒路 各位防禦塔呢 在中路以及凱撒路 前五分鐘有個超高額度的減傷 我記得是有70%的減傷 也就是說不管小兵在那裡前五分鐘 千萬不要去拆中路以及凱撒路 在遊戲的讀取畫面 其實我就已經知道 對面要全走魔龍路了 因為對面完全沒有帶打野 而迪拉克又帶了治癒 對面的阻力輸出蘇 以及夜叉又帶了狂熱 那歐米加以及馬洛斯呢 帶了封塔 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配置陣容 你可以看到 如果這個是你朋友的話 一定要跟他說 我覺得他們選了一個 非常完美的陣容 只可惜遇上了我 在歐米加以及夜叉 在前期就算要爆打一個會戰 只要在森林裡面打會戰 夜叉一拉拐一定 馬洛斯進場再配上 歐米加 我覺得他們這個構想的陣容 真的非常完美 蘇帶狂熱的原因呢 也是因為可以打一波爆發力的輸出 那迪拉克帶治癒 在後面幫忙不斷控場之外呢 還能夠治癒隊友 而且大招一放下 真的是一個無限塔殺 我只能說對面五名玩家呢 是讓我非常值得尊敬的對手 在傳說對決大環境 對於這種創意型的玩法 已經削弱不少 還敢在深夜玩 這總是想對付一些沒有睡覺 或是沒有在看讀取資訊 的人嗎 我敢跟各位保證 像我們的克里希 絕對沒有看遊戲讀取畫面 就看對面帶什麼挑戰者技能 不然他在前期就不會 去單拆凱撒路 或是去講那種 只有我們在單機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狀況耶 那我先來說一下 要怎麼樣對付這個陣容 以及對面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真正一分鐘把我們打爆吧 首先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四名玩家全部守魔龍路 而且守在塔下 對方只要一靠近封塔 我們就撤退 然後讓打野不斷的發育 當打野發育回來的時候 就一次可以收五隻了 對面剛剛其實走錯了一步棋 那就是他們沒有繼續的拆魔龍路 而是選擇分推凱撒路 甚至是中路 不要忘記遊戲前面我講過了一句話 中路以及凱撒路的外塔 在前五分鐘有個超高額度的減傷 我有點忘記是70%還是80%了 對面證券應該做的是 剛剛不斷的給予我們壓力之後呢 把魔龍路瞬間拿下來 在前期會戰當中 經濟差距不大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絕對會打輸 因為對面有兩個封塔 以及雙狂熱再加上一個治癒 再加上迪亞克的大絕招 又可以阻擋防禦塔的攻擊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all-in陣容喔 只可惜的地方是 他們選擇的是不斷的在野區會戰 浪費他們的經濟時間喔 只要我們有一名的 不管是打野射手或法師 不斷的載農 我們就有機會可以打回來 而且對面的迪拉克 他真的非常會運用他的那個 暈暈擊退控制別人 可以看到他 是應該是一名專精迪拉克的 超強高手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已經9比6 那對面又被嗜殺了一次 我只能跟各位說 對面已經大勢已去了 現在我們順利守住魔龍路之後呢 我們就不斷的魔龍凱撒 魔龍凱撒 甚至推兵斷兵線 都可以對付他們喔 那我想說一下 為什麼現在這種 全部人一起走的陣容 現在不適合呢 官方已經對這個陣容 削弱非常多次了 首先是魔紋裡面 有一個魔紋叫做 小兵擊殺 只要我們五個人 其中一個人有帶這個 對面就非常難推薦 再來就是 官方在上上個版本當中呢 把兵線的出生時間 變得非常長 就是說呢小兵現在的間隔喔 出兵的間隔不像以前一樣喔 就是幾秒鐘 應該說是 應該少了8秒還是9秒 我有點忘記這個數值 總之就是出兵的速度變少 以至於他們呢 沒有兵線推進的情況下 打塔的減傷也超低的 好那對面已經順利推掉我們的魔紋路了 而我們所有人都回來之後呢 哇呦 迪拉克這個球真的是有夠反了 對面打的太急了 想要直接爆點我們主堡 被我們在主堡前一波逆轉了 你可以看到 如果對面剛剛 沒有浪費時間去拆那一邊的凱撒路的話呢 對面是有非常大的優勢 可以剛剛在遊戲時間瞬間結束我們 因為我們是一個 三排加兩排的打法玩家喔 那我相信我們的 打野以及中路是雙排情侶 但是他們沒有溝通 所以導致於克里希呢 就一直想用他的 可愛的小手去把 凱撒路的外塔給推掉 不過好險我們齊爾稍微會晚一點 他有在農 所以他的經濟有追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打野的經濟 跟對面是有差距 所以齊爾過來想咻誰 就直接咻誰喔 不要再浪費無意義的戰鬥了 我們現在只要拖住對方呢 不斷的在分推 我們經濟已經拿出了 一個優勢 我只能說對面這場打的 真的非常精彩 就犯了一個錯誤 導致於無法打回的後果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喔天啊 我家附近在施工 真的超級吵那個 鑽地機子在鑽地上 我早上八點就直接被炒起來 正常來講我都會睡到 早上九點半才會醒來 哇好痛苦 我等一下錄完音要回去睡覺 好了那對了 如果呢你對傳說對決 有什麼創意以及大膽的想法 或者你有什麼 瘋狂的出裝的話 歡迎私訊給我 或是寫IG給我 甚至在下方留言 所有的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 因為現在你們開始了嘛 那我剛好也比較閒一點 最近也沒有接到什麼工商 所以我最近非常認真的在回留言 不論你生活上 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或者傳說對決 遇到什麼超好笑的事情 不要吝嗇 一定要分享給我 別人說跟別人分享生活 能夠讓你生活更快樂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分享 早上八點半就被鑽地 鑽到快起來了喔 在這邊我們還是要 稍微看一下凱撒 因為遊戲時間已經九分鐘了 對面只要集中打凱撒 凱撒還是能快速的被吃掉喔 這邊對面絕對沒有想到 因為我們也選了一個果汁雞喔 不覺得歐米加長得很像是果汁雞嗎 有歐米加的話呢 就對於我們這種射手來說 是比較好選 我這邊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因為我玩亥雅 我比較習慣使用的挑戰者技能是瞬移 導致我前面直接被迪拉克控爆 而且完全不敢前進喔 所以想要專精亥雅的 還是建議你帶清醒會比較好一點 不過我已經用 瞬移用習慣了 所以呢就讓我任性下去 如果呢你想問我說 欸 博博恰雅的這個蔑士造型 你抽了多少點才抽到 這個答案問的太好了各位 這一次我也是復刻才抽到 這也是亥牙必收的造型之一 我抽了4000點才抽到 我真的是傻眼 怎麼這麼貴啊 可能也是我運氣比較不好啦 不過也有抽到其他的贈品 就是我抽到了 這個造型之外呢 抽到了葉納齊爾 然後還有凡恩的 輝光聖土的造型 再來就是這個造型 所以算起來的話 應該也是3000多點就抽到了 不過我也不常玩葉納跟齊爾啊 所以應該算是小虧吧 好那剛剛輕輕鬆鬆三連殺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直接 往對方的主堡推進去 克里希抱怨了一句話 單走不會看地圖的 從來都是你們 各位 你們拚拚力 到底是他在單機 還是我們在單機 如果這克里希前期 有幫我們來收塔推兵線的話 克里希侵命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哦 所以如果他來幫我們 清兵線的話 我們前期就不會守的 這麼辛苦了 明明有優勢 你一個人卻找不到 抓來我們也殺不掉啊 各位 我們的三排陣容是 歐米加亥牙再加上夸克 你們拿了兩個主力的輸出位置 而克里希玩的卻像是一個輔助 救命啊 另外這個應該講說 全走魔龍的陣容 也非常害怕 清兵非常快的陣容哦 或是控制技非常多的陣容 最好是能遇到對面三排加兩排 就是像我們現在的陣容就隨便打 歐米加一個犧牲換自己的 狄拉克直接埋伏在草叢 這就是我說狄拉克大招 太過於強大的地方 可以擋住外塔的攻擊 那我這邊裝備其實已經半成型 直接出來之後 夸克一個神拉拉到了夜叉 因為對面沒有任何的保命技能 全部都是帶輸出 以及輔助型的挑戰技能 那這邊我們就輕輕鬆鬆 而我們的歐米加呢 也在繼續的單機 把對面的蘇壓制在塔內 蘇好像有點擋不住了 就算帶狂熱來也沒有辦法 那在這邊我直接減速掉 對面的果汁集中 兩個果汁集糾纏在一起 到底誰是最強果汁集 而祈爾在旁邊 直接果汁集動力吹漏 把對面的機器人 瞬間化為廢鐵 那在這邊剩一個蘇之後 應該剩夸克拉瓜 有夸克一個空啦沒有關係 但是祈爾非常兇悍的貼上去 蘇是一隻清兵非常慢的英雄哦 所以只能拿一張輸出 我認為對面的蘇 只要能換凡恩 或是任何一隻射手英雄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贏更快 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